HELLO 大家好 防疫期間請戴好口罩 現在有那個豬哥亮復刻版的那個 出門愛戴口罩 打開口罩 今天來到現場的這台是2019年出場 2020年領牌的BMW的320 IM Sport版本 新車價格229萬 規格放在這邊 這個打開YouTube有一大堆 因為已經不算新車了 有一大堆車評都講過了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小吃室這個BMW車主 我這樣有沒有很像蝙蝠 就是有一天這個鳥類跟哺乳類在大戰的時候 分成兩個派系 然後蝙蝠就會跑去鳥類那邊說 我有翅膀 我跟你們是同一國的 阿衝啊 他覺得這個鳥類戰下風的時候 他就跑去哺乳類 我跟你們講 我也是胎身的 我也是哺乳類 我所有跟哺乳類是同一國的 欸衝啊 所以人家會不會覺得說 他搭帶一下你都車主 這樣也不錯啊 我是100多台車的車主 所以什麼車我都能嘴 那這台車其實大家 已經在我們以前很多支影片都已經看到過了 小姐姐 然後他當初這個顏色是貼膜的 貼完膜之後這裡還有加一個 避風液 然後他這個膜外觀我覺得細節算貼的還不錯啦 我說實在的 有一些貼膜真的技術不好的 你很容易在邊邊角角就看到那種 騙起來你知道嗎 很壞耶 欸對不對 大家要這個喔 體諒一下 因為最近這個疫情吃緊對不對 大家要注意好 要戴口罩 要做好防疫 那這個大家見諒一下 戴口罩拍片 那大家閒閒的 在家沒事幹就多看小事的片 好吧 要不然我們店裡也沒有人敢來看車你知道嗎 也還是有啦 比較少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喔 現在疫情這麼吃緊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買個二手車 如果你沒車的話 少搭那個大眾運輸系統 其實有時候喔 騎著重機或開著車出去遊車盒也不錯 不一定要買車買重機也可以 也不一定要重機喔 幹機車也可以喔 天氣好就騎著出去繞一繞吹吹風 不要跟人家接觸就好了嘛 散散心我覺得應該還OK吧 好回到主題 鋁圈換過了啦 比較可惜 它現在是19吋的鋁圈 前車主它沒有附給我原本的鋁圈 這我就沒有辦法換了 到時候我會考慮把它的膜拆掉 好不好 因為它的底色原本是白色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原本的顏色比較好 那後照鏡原本應該也是白色的 但是它也貼了Carbon的貼膜 然後它的手把貼了這種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顏色 那它這個椅子跟218的那個M 比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旁邊是皮的 中間有反皮 坐起來還蠻軟的 基本上全部的介面 都跟我那台蠻相近的 它這裡有一個Harmond Codon 當時我記得這個是 頭一批的標配 後面我不知道有沒有拿掉 我不曉得 像這種B&W一些進口車 他們很愛幹這種事情就是 你第一批賣的車配備比較好 像之前那個E系列 它的第一批就有電尾門 但是後面的全部都沒有電尾門 它連裡面內飾你看都有貼這個 還有中間那條也是它貼的 要不然原本它連水 我可以吃了吧 這槍花也OK了吧 猜猜它原本是什麼顏色 這還沒那麼好濕耶 真的是你老師 原本也是銀色的吧 有花紋啦 夭壽油跟爪的啦 蛇皮啦 有沒有 鱗片有沒有看到 好噁心喔 後面有出風口耶 後面還有恆溫耶 然後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還有一個點煙器 這後面給的很好耶 其實以前像這種車子改色貼模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貼模的壞處就是這樣 貼模雖然很方便可以保護你原本的漆 然後你可以貼你喜歡的顏色 可是門一打開就真的 你不覺得蠻落賽的嗎 就跟那種 有些女生有沒有 脫下來 哇這一個三角形 那一脫下來 結果這邊有一個三角形啊 有色差嗎 不行 真的不行 看到整組都軟了嗎 這種一打開 啊 怎麼這樣 不一樣 外面看起來很帥 門一打開 兩個顏色 看起來就很掃興 它這個尾翼也是貼貼紙 這台車用了大量的貼紙 後照鏡也貼紙 這也貼紙 原本應該是鼻孔 鼻臉大鼻孔 你看是不是鼻臉大 是我臉小對不對 不是 媽的 阿呆每次都把我拍很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拍太低了 沒辦法 你下次你要用這樣 幹啊 我要配一個軌道車給你就對了 配搖臂啊 搖臂是不是 沒有預算啊 搖臂 有沒有倒啊 你還不知道現在疫情啊 你搞不清楚狀況 到時候我要把它換回來 這個銀色的好不好 這怎麼拿起來啊 欸我的那個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那個 提把開關 然後 然後它可以分上下層 我的那個218是這樣設計 可是這個好像只有一個板子 幹不然拿起來 我很不敢玩耶 媽的難怪它不給你拿啊 裡面是大電瓶啊 好裡面就一個大電瓶好不好 後車箱就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這個 電動的 阿應該有腳踢啊 我拿到試試看 有沒有我那也有啊 但是我那一台腳踢喔 不能關 我那一台腳踢啊 這個真的蠻好用的 因為它這不錯 你看它這葉子板有貼到這裡面 它有幫它貼到這裡面 然後這邊都是用割的 然後你看喔 這麼新的BMW對不對 你看它這個狗子 媽的狗子 跟他媽的我家的那個 嬌水泥在那邊一樣 然後你看那邊 跟小朋友玩泥巴一樣有沒有 我跟你講 這狗子也就是這樣而已 做工也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真的看不懂車的 看到這一狗喔 以為這車有事故過 絕對沒有事故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媽外面修理場 似乎狗都比這漂亮 真的這隻狗子有夠肉耶 原廠品質 以卵即時 哈哈哈哈 可是我回去我會想把 把這個拆掉 因為你看喔 它這個下巴是貼完膜之後才上去的 所以這個膜撕掉的話 下巴跟著卸下來就好 好不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這個車之後 變成白色的模樣 我覺得應該是會漂亮蠻多的 這個不是說它有點醜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本來就很主觀嘛 那車子試它的時候 它覺得這樣很漂亮 支持 現在車子在我們手上 我們希望它恢復原來的白色 OK 好不好 那我們就去試開一下 看這個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走 這車我內行的 上車第一件事情 先開始內循環 按Sport模式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按Sport的話 停車自動熄火就會關閉 而且我跟你講 我那台車218有沒有 爛東西 雙離合器自首排 不按Sport真的沒辦法開 那個車這樣 開那個車好像在跳HEPOP 油門踩一下 跟那個DSG乳行很像 雙離合器就是這個爛問題 更不要說該5000公里掉下的事情 但是今天這台我跟你講 讚 因為它是八速手自排 這台車有一個我覺得蠻不好的地方 它有改這個排氣閥門 當你把排氣閥門打開的時候 它開起來車子會一陣一陣一陣的 沒有看它改什麼牌子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是什麼 太厲害的牌子 它這個打開以後 我覺得它沒有計算好排氣的那個整流 就是那個排氣會有一種不順暢的感覺 尤其是在三檔以內的時候 你會特別的有感 你會覺得那個排氣是不順暢的 會這樣 準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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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前 我們去打保鑫球那一次 泰山是不是說他覺得這車很難開 我跟你講他一定是把排氣閥門打開 因為排氣閥門打開就會有一陣一陣的那種 排氣不順暢的那種不順暢感 造成你開的人坐的人都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還是奉勸大家 有時候改排氣管還是要買一些 對應這個車款的廠牌的排氣管 要不然那個改起來有時候 第一個聲音難聽就算了 有沒有在路上聽過一些雙B的 那排氣管起來像什麼 排氣管破掉的貨車 GTR 不是 Skylight 不是 Skylight的GTR 排氣管破掉的貨車 你看喔 有沒有 他會有一種前後前後的感覺有沒有 你看喔 我把閥門關掉以後啊 變很順暢 關掉就沒有了 超順 不管是減速啊或是什麼 那我現在把閥門打開 他會有那種放炮聲有沒有 大概約莫在3000轉的時候 你放掉油門會有那個 放屁的聲音很屌 可是會造成你那個排氣不順暢 會一陣一陣一陣 很不舒服 然後這個車比我那個車多了這個 沒有啦 因為我是218車主嘛 我就單純比較啦 當然我知道 車型不一樣 配備會不一樣 不要再尿了 欸 這種新的B&W 我們新車我們是不可能試到 除非我們自己買對不對 那我們好不容易遇到 我也是第一次試啊 我當然會用我這個 有限的經驗來分析嘛 好 你看一陣一陣 你要不要 但是這種排氣管就是 當你速度起來之後 其實就會比較順暢 好大約在兩千 喔 兩 我看 它這個轉速跳的就是很不 很不穩定 而且上次好像有亮電腦燈啦 因為現在新世代的車子 那個電腦畫痕介入很多了 你改個排氣管 它的那個整個排氣跟觸媒的素質不對的話 它就是亮電腦燈 那這個車除了比我的車多了這個 方向盤換檔 然後它有自動車到居中 車到偏移輔助 就是它應該也是Level 2吧 我記得 我那台沒有 好 你這台什麼都沒有 我那台有那個啊 有 車道偏移啊 對它會幫你拉正 但它沒有 它沒有車道自動啊 然後它還 你看它這個 上次介紹過的 它有點像 我最近這幾天開特斯拉有沒有 特斯拉有這個 就是會偵測車子 有沒有 右邊有台貨車 貨車啊 什麼都出現在這個螢幕上 它當初是184匹的馬力啦 它在扭力多少 30.6 這數據沒有多漂亮 我覺得這一代主要是一個 它用了很多那個鋁合金 包括那個車的防撞樑也是鋁合金的 所以它整體比前一代我輕了50公斤左右 BMW 總是在這個車體的配重 跟它的操控上面 一直在精進 我跟你講BMW的車 從以前啊 年輕的時候第一次開BMW的車 就是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 總是會讓你想開快 你這不知不覺中你就 我已經開到110了 那種感覺 然後有一個 它的那個車道偏移啊 拽超大力的 我最近有幸開到很多那個 車道偏移輔助的車啊 什麼Skoda 有 特斯拉也有 那Focus有沒有 那個KUGA 我跟你講 BMW的方法拽最大力 就是你偏掉了有沒有 它把你拽回來那個力道啊 拉超大力的 你有時候你要跟它抵抗 然後你還 沒有 那刮事發 就是要出力 真的要出力 那有時候 你會被它嚇到 因為那個力道 拉的力道真的蠻大的 但是其他的車 都只是輕微的幫你做一個這樣調整而已 我剛歪了一下 結果我看到後面有一台警察車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 被攔下來 我剛故意在 在示範後面 我想知道 會不會想說我在車型 然後媽的 我沒有開BMW 然後又貼這種膜 我就這種被攔下機率超高的 你知道嗎 我是警察我他媽不攔你攔誰 這個車有時候 開出來真的是 有點太招搖了 不愧是小姐姐 請檢素 然後這個 播報的小姐我跟她也蠻熟的 常聽到她的聲音 我開那個聲音一樣 同一道系統 不過我發現它這一套的 它有導航 它這一套導航系統的塗資有點舊 所以我從來都不用它的塗資 你像我們那個巷口 那民權街有沒有 他還跟我說那邊鐵路平交道 因為我們那個早就鐵路地下化超久了 現在還在跟我講說 前方鐵路平交道行小心駕駛 就是它那個圖資 我覺得太慢太舊 但是我覺得它這一套椅子 它這一套320的M4 Port這套椅子 比我的218的難做 它做的比較軟 我的那個是跑車桶新座椅 我覺得那個有支撐性比較好 這個僅代表本台立場 不代表你們自己的感覺 你們自己實際還是要去做看看 我是覺得 這椅子坐起來軟趴趴的 就是你知道有一種椅子 就是你怎麼喬都 到不到一個四盒 對你就喬不到一個四盒 就很像把女生怎麼喬 女生都覺得沒感覺那種感覺 欸我來開標Sport好了 而且你看它開Sport以後啊 我現在開那個Comfor 它是橘色對不對 我開Sport它界面就變紅 那我如果開Eco呢 很奇怪耶 好就變藍色省油模式嘛 那我開Comfor 好正常版 那我現在開的Normal的模式 還是一樣好開 喔有啦 就是說我剛剛減速嘛 再加速的時候會燉爪半秒鐘 那個加速就沒有那麼靈敏 像我現在要急加速以後 會等到一個半秒鐘 你覺得這車賣得好嗎 路上多嗎 滿多的耶 我看到滿多的 這應該是賣得不錯 因為這個空間的需求不算大 你如果覺得你夠用的話 你像我這種 我跟我老婆家一隻小狗有沒有 兩人一狗的話 這個其實在這個空間上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 但它後座是真的滿小的 這個也沒有比我那台 二系列大到哪裡去 那我們知道它的Normal會順的 啊順順的 真的很順 這巴素手自排根本就是 天籁般的跳檔節奏 跳檔節奏明確 剛剛我有一點超限對不對 我就覺得方向盤有一點點抖動 但是這種抖動就不是那種 跳蛋的那種感覺 是比較紮實 相信這個我們頻道很多 忠實的粉絲都知道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種 形容方向盤震動的一種 可以量化的一個表達模式 我只要跟大家講是有質感的跳檔 觀眾朋友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們現在盡量把這個方向盤的抖動 把它量化成這個跳檔的價格 呵呵呵呵 這樣大家以後就可以理解 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絕對是 千元以上的跳檔的那種震動 大家就 哦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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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說這一個50塊的 有沒有 大家就知道 哦 50塊的跳檔 大概就是那個感覺 我真的覺得 BMW的懸吊跟 車的底盤做的 真的是非常的 會有人聽就是這樣 它不會讓乘坐的人覺得 它的彈跳是不舒服的 但是呢 一方面又能讓你開的人 覺得很Sporty的感覺 我跟你講 有些車是不是會去很屌 我又選運動懸吊 有沒有 你只要這個Sport 按下去 懸吊會變硬哦 阻尼會變硬哦 你如果按這個舒服模式 哦 乘坐的人就會很軟哦 有沒有 我跟你講 BMW的車根本就不需要去追 這種東西 因為它底盤跟懸吊 它就是 就可以做得讓你開的人很爽 坐的人也不會靠腰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有這個能力 完全不會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就連這個下山的時候 這個變速箱的邏輯都很棒 它不會有過分的 把你的檔位控制在一個 讓你覺得引擎聲很大聲 然後又不會讓你覺得說 我忽然過彎要再加速的時候 那個銜接會很不舒服 新車的定價哦 229萬 2019年出場 2020年領牌 等於說開始使用是2020年 我們入手價格 我記得也不到160 我不是不跟大家講 應該是150幾 但是50幾我真的忘了 然後 我們賣出來的價格是178萬 那230萬跟178萬 差50萬嘛 落地一年 它2萬公里 那折50萬 看你覺得划不划算 但是我跟講阿呆 這回去我第一件事情 我要把它的排氣管換回原廠 連換哦 改換回原廠 排氣管扣分 然後再來把它的模撕掉 不演了 我不演了 本來想要演一下 你看演不下去 還是把它拆了 大家看到這顏色沒幾個人要買好不好 這不是說不好看哦 個人化太鮮明 這車就很好看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拍這台車 因為它真的出來 第一個有一段時間 你那個YouTube下去真的超多人講過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台車是目前啦 B&W裡面 我覺得還蠻無懈可擊的一台車 雖然我推了很多M3啊 我的218我也拍過對不對 那沒有推啦 那時候拍了 但是事實上 你如果真的要享受B&W的這種好開順暢 再加上它的科技感 而且重點是它雖然科技感 但是它沒有那個會讓我貼掐的那個自首牌 其實我對我那台218開到現在啊 我最大的怨言就是它的變速箱 事實上那個乘坐感受 開起來的感受 那個底盤流利的感覺 我都真的都覺得很棒 引擎我也覺得OK哦 那引擎是好的喔 結果它變相是爛的 哈哈哈 那變速箱 我真的很恨那個變速箱 你知道嗎 欸我自己 欸我以後這樣要怎麼賣 搞不好買的也不在乎啊 對不對 反正我也沒那麼快賣啊 對啊我再過一陣子再賣 整風頭過了再賣 哈哈哈 那個 那如果我跟你講 以後喔 如果BMW再出這個雙離合器的車啊 我連二手車我都不太想進 我跟你講它出那個雙離合器 真的超級破壞BMW車的那個美德 你知道嗎 破壞美德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缺德 哈哈哈哈 你有一個這麼順 這麼好的變速箱 你不用 你去用那個 喔我這樣混的 哇 我坦白一句話講 我當初買的時候 我就是很單純的 看到那個外觀有沒有 線條 無框玻璃 很帥買的 剩下它的規格我都不管 就跟娶我老婆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 我老婆內在也是很好 好那是賺到嘛 你如果看到外觀回來以後 哇內在也棒 那是不是賺到 就跟娶到我老婆一樣嘛 網友都說我求生意志很強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呢 BMW218我就是外觀 我覺得很喜歡 內裝我也覺得很喜歡 賣回來以後 哇死啊 我才發現 幹怎麼是雙離合器的 然後我就阿爛媽爹 想說好吧 BMW沒看過它的雙離合器 試看看 哇幹真的落賽 繞賽就算還掉下 你會不會覺得說 已經大概 快一年前的事情 我還在嘴 會不會覺得好像是 把那個以前的事拿出來 鞭屍還是老吊蟲毯 不是 因為我是車主 所以那是我很深刻的一個 用車感受 我真的覺得那個 變速箱真的不行 而且我告訴你 當初說一粒對不對 他以為我沒有在社團 但他不只我一個好不好 如果只有我一個 BMW來告我 我亂講 你來告我 變速箱亮的故障 那不只我一個 他每一個都講說 變速箱軟體更新 而且還有人回去說 得定一個新的電腦 幫他換 我還沒有 免費換電腦 不以為 保固期內 他免費幫他得定一個電腦換掉 我沒有 我媽的更新完 你就還我了 有時候這種東西是這樣 他有沒有更新 我怎麼曉得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而且我跟你講 那一定有技術通報 我有去問過修理廠 就是他可能 裡面有存在一些 軟硬體的問題 那他可能會通報各個原廠 外面的修理廠 也會接受到這個訊息 那就要技術通報 不過這台車比較可惜的一點 就是當初 車主的原廠旅圈沒有離下來 你現在要到網路找一些 原廠的旅圈 你這一代BMW超貴 我之前找過好幾次BMW旅圈 真的不便宜 所以就這組旅圈 就勉強用著 你看喔 他有一些細節 真的貼的不是很好 這個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你貼膜 真的要慎選電甲 你看 你看這邊邊都這樣 我想這技術不好一點的 還會把你割到你知道嗎 有的天上去再割有沒有 會割到你的板子 急著想把它撕掉 撕這個應該蠻療癒的 他讓你做事情急不急 你是屬於急性子的人嗎 不是啊 那你前戲都很久 看狀況 看了一點心情怎麼樣 那年輕人 終究就是年輕人 前戲要做主 老司機教你 你知道怎麼做主嗎 從訪問開始 每一次跟女朋友要開始之前 要請她坐著 坐在床邊啊 沙發邊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開始訪問 有沒有 你大概一周都幾次 你第一次幾歲啊 有沒有 對方是學長啊 還是什麼 有沒有 前戲要做主意一點 從這個訪問開始 好不好 聽說這個是快速可以關閉你的安全系統 可以設定 這是一個快捷鍵 這裡面可以設定一些側面膨撞 防錐撞都在這個按鈕 支援一鍵起幣 好啦 今天這個我覺得 評價我給她蠻高的 這個2019出廠2020年的這個 320 M Sport M班 在近期 就是這段期間試過的車裡面 我真的覺得 你如果沒有那麼大的情懷 想要去照顧一台BMW的老車 那你又很擔心它科技感太多 像我那個變速箱的電腦發生問題 我覺得你買相對的320 它的這個八速手勢牌的版本 我真的覺得是一台買 蠻值得買的車子 不管是不是跟我買 你去買新的 我覺得這個車子 真的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太大的 災情啊問題啊 或是可以挑剔的地方 除了空間我覺得有一點小以外 那這疫情期間 大家注意防疫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再見 掰掰 喜歡影片 欸我跟妳講我218開很久了嘛 那它的操作界面就是這個嘛 轉盤了嘛 有一次我開新的Focus 我想聽廣播我真的手伸到這邊來 我218開習慣了 然後我要聽音樂就從這邊轉來 我真的手伸到它的那個排檔圓圈圈 我一摸上去之後 我忽然嚇到驚覺手縮回來 我只開Focus 所以代表什麼 Focus的內裝跟BMW蠻像的 哈哈哈哈 我讓我誤以為我在開BMW 沒有那太習慣了 就像我一個朋友你知道嗎 他跟他馬子在一起很久了 然後就是他們每一次講完電話 講完好好再見 然後一定要親兩下 就是已經習慣了 就是每一次他們通完電話之後 好好好我等一下就回去 親兩下 原一次他媽的我跟他講電話講完 好好再見 親我兩下 我只創殺小 好噁心喔 他沒在旁邊罵我就打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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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